就壓下去 你看他有數字就好了 那時候要種香菇並不是這樣 只是因為要種香菇而努力 而是在去年 去年他種的香菇 他自己爺爺種的香菇 一般是種東菇 香菇有兩類 一類是東天才找的香菇 另外一類稱為四季菇 它主要是夏天找 東天也找 那東菇的品種 它長出來的菇很厚 然後賣相又好 品質很強 他通常是賣東菇 結果去年 他的東菇幾乎沒有長 也就是他砍下來的樹 種下去菌種 那些全部都毀掉 那些樹也都不能再用 除非你把木幹 樹幹再去把它刨碎了 變成黑光滑 但是每天去弄那一次 所以爺爺又要重新再砍樹種 那我們去的時候呢 就是他剛好砍了 然後種香菇的時候 什麼種就是砍了然後挖洞 爺爺現在示範的只是 他手裡拿個工具 把那個菌種把它填到 那個菌填到那個挖好洞的木頭進去 然後呢旁邊這一堆有沒有看到大塊的電 就是用電動的鑽洞鑽口氣斷了 一根根的木頭 爺爺要把樹砍了 然後切成一段一段 然後再把一根根的木頭翻過來 鑽洞 鑽洞 填去 然後呢 再把它翻好照顧好 照顧了一年 會不會長香菇 固執 這是一個風險很大的行業 很辛苦 然後我們去了之後 這就是這些 他們主婦聯盟的董事長們 還有那位醫療的先生 大家一起跟爺爺合照 爺爺就中間這一位 那我們在裡面呢 在香菇寮的裡面跟爺爺照 爺爺他的香菇 不是像一般原住民 是 是籠空室外種 他也搭 他有搭桃架 然後又往事 往起來 為什麼往事那麼厲害 因為要往子 不然的話 會被松鼠跟老鼠 把香菇全部抹掉 咬掉香菇是什麼 香菇的那個木頭 你把它打動的菌 把好 這個現在看起來黑黑的 就是已經把菌成好 去年種 然後到了冬天 老是長不出香菇 來 那松鼠喜歡咬樹皮 然後呢 老鼠喜歡咬 那個 老鼠喜歡咬香菇的菌 所以老鼠會去把香菇的菌 挖出來吃掉 那松鼠會把這個皮咬下去 蒜入香菇沒有樹皮 長不出香菇 那太空包只要有一包 木屑袋就會長 這是完全不同種植的 所以這個樹皮一定要帶 那之前說那個樹可以用幾年 真正的問題是因為那個樹你撐不了幾年 你能不能撐到三年還是五年 使用錄音的話大概只能撐 撐三年 然後呢黃芹大概只能撐五年 到兩年 然後這就可愛的香菇啊 可愛的香菇 然後旁邊這個圓圓的就當初打進去的菌 菌種 然後長出來的小菇 怎麼辦 好舊的議題又有新的議題又有 也言他不是要砍掉樹 可是他只是要生活 嗯好怎麼辦 那個時候開始思維一個方式有沒有可能 思維有沒有可能 然後那個思維的方式是我們有沒有可能也是倒入到水資源 有注意到水資源的保護 然後呢 聖靈的維護 也有注意到環境的信託 如果說爺爺的那個聖靈 他願意委託我們單位來做福利信託的話 有沒有可能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開始認真的想 有沒有可能做這件事 那現在發現不用這樣做 有另外一個更好的方式 那 那這件事情呢 想最可能我是覺得要做社區的迷手提供 那怎麼做綠色經濟 所以啊我又開始拉鈴跳 你開始陪我搶 他都陪我坐 所以我又開始動 動起來一堆事情 第一件事情 烏來找你做這東西 不認識的人都叫貴娘 他不是貴娘 他是貴娘的好親戚 名字很長很長 可是簡單的名字叫做烏來菌 他是台灣特有種 他烏來是烏來發現 簡稱烏來菌 如果是全民的話 叫做廣焰俱齒雙蓋菌 就是這個烏來菌 烏來菌不是展開水裡面 貴娘是展開水裡面的菌類 烏來菌是展開山上 在烏來 整個烏來鄉 現在叫烏來菌 你往山區裡面看 身體裡面滿滿全部都是牌 滿滿的 身體裡面全部都是牌 然後另外又想到一件事情 原住民有一些很棒的東西 這個解析率真的不行 這個婆婆她手裡拿著一個花 這個是泰雅族的小黃花 我記得我沒有要再放棄呢 有另外的小花照片 然後呢她背後看起來炒的東西 是小米 我今年第二次種小黃 就是這個婆婆種的 那個婆婆也是剛剛我說 我們在根地裡面那一些看不見眼的文字 這是其中一位協助的 那真的有差 差很多 那這個 這個是我們今天收成的 收成的小米 我們企圖要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呢 這是我們家的分別 這是一顆漂亮的大術 然後用傳統模式搭建的 那可以在那邊講故事啊做什麼 然後正好是搭配一些溫泉泥管 可以到後面 那她把原住民的東西放上去 可以做索索上 那介紹介紹禮槍啊 介紹介紹木槍 介紹他們的現在的槍 介紹各種東西 傳統故事 好 這一個黃色的就是太亞族小黃瓜 太亞族小黃瓜沒有在市面上賣 連太亞族人自己都很少吃到 太亞族小黃瓜 太亞族小黃瓜現在可以看得到 她就是黃色 她沒有熟之前是白色 從白色直接變黃色 然後呢 她出什麼大黃瓜那麼粗 小黃瓜那麼長 然後呢 她是生吃的 生吃 連皮吃起來口感 就像吃那個 我們夏天吃的那個叫 不是哈密瓜那叫做 鐵瓜 香瓜 香瓜 就像吃香瓜飲一樣 黃香瓜嗎 你是說黃色的香瓜 不一定有香瓜 反正口感就是像香瓜一樣 天啊 只是沒有到香瓜那麼甜 有的賣 那所以呢 外面都沒的賣有的賣 所以我的企圖要建立起 我建立起這個價錢 因為你做一個高御菜 外面高御菜的價錢 我用這個可以我自己避價錢 我自己避價錢 然後呢 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去開會的時候 兩個原住民在那邊講是不是 然後呢一個說 她現在有機轉型 請認證她阿姨 她在五年前的有機轉型 那五年前的過程裡 她整整賠了一百多 一年內賠一百多 怎麼賠的 賠了好多 不是認證費 認證是在她賠了之後 她決定不服輸一定要過 因為她在種有機的過程裡 那些菜金 你的人力投資 然後呢 你的肥料什麼 是人家給的嗎 好當作不值錢 好當作沒花錢 她中間 中間有幾次 種了賠錢是一回事 到後來呢 有另外一位 的人羞就跑去要輔導她 後來發現那位的人羞 根本是空氣 不曉得是誰 也曉不曉得他是誰 輔導到最後就跑掉了 她的輔導的過程 跟她講很多 也有一套 也有內容 種也弄了 最後呢說 啊這都賣不出去 怎麼辦 賣不出去 那我們需要有地方冷藏 那位 她請那位阿姨 去訂製一個冷藏庫 差不多這間教室的三分之二 那我剛剛有看到那個照片 很漂亮 黑色房子 現在是在黑色房子入口 三分之二打中空間 一半 至少一半 那一光那個冷藏庫就花了 一百七十多 然後呢 那中間輔導她的過程 就叫她用一些獨特的酵素 肥料 不是有機肥料 已經等級很好 跟那邊講 那結果花了三十多萬 一百多萬 去哪 在那個 這一百多萬去的過程裡 有發生過兩次的故事 一次是她種那個 一次是她種高麗菜大白菜 就是這個時候種 然後跟她說你千萬不要種 因為你現在種 種完了很好 絕對不會長不好 因為這個季節對 可是你現在種完之後 什麼時候收 農曆年前收 農曆年前 價錢是多少 農曆年前是我們一整車的 一整車的菜 菜車堆到門口 來來來來 幾個十塊青菜的 一顆十塊 那她的成本 她的種起來結果是什麼 賣給錢 所以那一批她的大白菜 她的 高麗菜 就這樣子 去 最後 含著眼淚 拿到三下 當作一般的道理菜 一顆五塊 一顆十塊 有機蔬菜 然後呢 那是冬天的故事 開春了 二月 那個時候那個輔導人還在 我跟那個阿姨 我跟另外一個人 假設跟瑞翔聊天 講到 我應該要種這個 泰雅左小文化 很好 好東西 我們要建立自己的產銷體系 阿姨在旁邊聽到 然後呢 她也沒有跟我講 她要種多少 她種 猜一下阿姨那一年 她的 由泰雅的小黃瓜收成多少 猜一下數量 算金而已 三百斤 三百斤 這種小黃瓜 拿到菜市場上 有人敢買嗎 所以她的小黃瓜 三百斤小黃瓜 通通變成這樣 那不然怎麼樣 拿來以後不買 然後妳在 討厭 我要聽你講故事才敢買 話都是妳講的 不是啊 聽你講故事 那妳要去幫他講故事 對對對 我就是 我就是這個過程裡 那妳 妳只是很簡單的回憶 一個一般人的心態 對啊 就是一般人 蛤 妳妳妳妳 對啊 妳妳怎樣 妳這個真的是拿到菜市場 誰敢吃啊 壽靈都不敢要 然後他沒有聽懂我講的這個部分 他沒有等我說 我要準備故事 妳要採收之前 好歹兩個月前 我要先跟瑞翔講 瑞翔告訴妳一個好東西 阿諾阿諾阿諾 真正啊 我種的太太竹小花花有收成不錯 好啊 阿諾妳種多少 300 好 妳吃了下去嗎 這是阿諾種子有機蔬菜 5年前的故事 就這裡 先不要講其他的 就這兩個就夠了 那這是我們今年又種 但是今年發生另外一個故事 今年 今年我們種的時候 不是說今年是大人 所以我們用漢人的方式種植 泰雅族小花花通通沒有收成 因為花全部都被打蠟 可是 那這收成從哪裡來的 這個是不小心種子掉到地上 結果他的生長模式是 按照原住民的生長模式 長在哪裡 長在小米田裡面 就是我這個原本種在小米田旁邊的頭架 結果呢 是我要去種之前 不小心掉到地上的起立 自己長出來 長在小米田裡面 所以呢 原住民的傳統模式 有什麼好處 遇到大雨 也一樣有收成 因為 其他的植物 全部幫他擋住 他的花 人可以開花 結果 說 今年的收成 十三條 就是這麼好吃 十三條有多少斤 一條差不多十兩 差不多大黃瓜那麼粗 小黃瓜那麼長 小黃瓜大概二十公分長 如果明年能夠種出來 不用擔心 現在已經很多人在排隊了 我現在比較不會煩惱這個問題 我現在剛剛講的是五年前的故事 你拿出來那個誰敢吃啊 連泰雅族的 很多人自己都沒吃過 因為從小在下長大 你從來都沒看過了誰敢吃 蘿拉 香菇 我們現在在設法 想辦法 抓出一些有特色的東西來 這個過程是我的過程 但是這個過程 我們發現重點不是 色色食物 要找另外一個特色食物 叫做 野蜂蜜 這個蜂蜂 如果有去其他的 養蜂場去看過 你可以看到 這蜂蜂的顏色跟人家不一樣 這不是色差 不是顏色有差 這種蜂蜂是 這種蜂的名稱叫做野蜂 一般俗稱野蜂 去查的名字叫中國蜂 他的蜂蜂 就是金黃色 我們正常的蜂是意大利黃金蜂 他的蜂蜂是蜂色 他都在山上 原住民養他 採他 絕對沒有為他喝糖水 也沒有用糖水喇一喇 賣給你當作蜂蜜 可是他的產量只有三底下 意大利黃金蜂的五分之一 因為他的舌頭給人家賣 蜂蜜的產量是因為 蜂蜜蜂的舌頭 混合脫印產生 他的舌頭只有人家 很短短 所以只有五分之一的產量 那這種蜂蜜 操作 他們也 有一些如果不是採野生的 也是學習用蜂操印 然後這個是我們今年去看幾存的 因為今年幾乎沒有收成 去年的蜂蜜 蜂蜜的收成量只有以往的大概兩三個 結果今年 今年 今年的收成只有去年的十分之一 今年只有去年的十分之一 為什麼 就是今年 從入洞開始非常的 今年舉烏來的例子好了 烏來從入洞十一月開始到四月 幾乎 沒有景天 幾乎天天下 而且說是大 所以我們那些什麼大方 什麼泰雅族小黃瓜 什麼碗糕子 美洋掌 然後什麼短尾葉實地 開花的開不養 然後什麼血的開不養 那些蜜蜜幾乎都餓死 然後呢最後沒有餓死了 我問那個養蜂的人說 那你 你最後留下這件事 他說他 每年都會有庫存 大概兩三桶 整桶的蜂蜜 他就是有著硬起用 就是像這個時候 然後趕快倒給他 趕快倒給他 那我們漢人講蜜蜂怎麼餓 把蜂蜜全部掃走 然後呢 去買一包沙堂的阿拉的餵給他吃 蜂蜜跟糖哪個便宜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了很多叫人家辨識 蜂蜜的方法 報告大家 那絕對沒有用 為什麼沒有 因為那個只有爸爸辨識 這個是真的蜂蜜還講蜂蜜 可是他沒辦法辨識 這個蜂蜜到底是 他的來源 是什麼 來源是純正的野花 的花蜜 還是糖水 這個沒辦法辨識 所以我都 我到後來是 我無法辨識蜂蜜 我去辨識 我知道 找瑞翔可以拿到真正的蜂蜜 我就找瑞翔 我不曉其他 因為其他我無法分辨 那事實上我們平地可不可以養出純正好品質的蜂蜜 而已 可是你就不要每次採蜂蜜的時候 人家 紅草裡面的蜂蜜 採乾乾淨淨 那是蜜蜂他一顆要吃的 他沒有得吃會餓死 所以我們就採乾淨淨淨然後呢 一瓶糖水泡下去 大家到清淨農場 或是什麼地方都看不到 因為清淨農場會舉這個例子是 觀光區 而且還特別有疫區中的賣蜂蜜 你可以看得到 這邊是辣呀辣呀辣蜂 然後呢 旁邊還有一桶 一桶水 糖水 你沒有特別問他不會跟你講 那糖水給誰是 蜜蜂 然後很多人講蜜蜂是 那附近方圓白蜜沒有任何一個花 不能講白蜜 白蜜太遠 附近絕對沒有花 然後呢 只會看到那個乾淨酷酷的樹底下 一盤 一個盤壁 裡面還有水蜜蜂在那邊停 什麼水 糖水 蛤 拉回來話題 這個傳這裡也供應好不好 然後呢 拉到一個 運氣好的家伙 陪著我們去 爽成這個禮物 因為今年小吃都沒了 摸有 有錢也摸有 然後連我們 那個時候我們去 環境資訊一位 專門做賢蜂蜂的 那位 小姐 小嗎 小媽小姐 小媽小姐 嘿嘿嘿 然後他想說 有 有 有沒有 給他吃一點 有 有 有沒有 可以讓我來 摸油啦 然後最後還能力 有 有 有 又盡量給我 摸油啦 老師這個錄影 你不要怕建制老師看到 但是小媽會看到 沒關係啊 因為小媽跟我一起去的啦 小媽今年他只有吃到這個 這一口是他吃的 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 蜂蜜 蜂蜜 蜂蜜有的會解析有的不會解析 忽然的幾乎會解析 超好吃的 然後呢這個是 那個主人專門拿出來 幹什麼 不是給我們自絕戶 因為我們去採訪 好歹讓我們開個方面 這個也是解蜂蜜 這就是蜂蜂 蜂蜂 蜂蜂裡面整塊拿起來蜂蜂 裡面都是 上面都是蜂蜂 上面都是蜂蜂 上面都是蜂蜜 花粉什麼都有 你在 你在拿蜂蜜的時候 你要小心拿 你要只有拿蜂蜜的部分 不要拿有蜜蜂的小孩的部分 然後有右手有勇的不要去拿 然後呢你還不要拿到全部拿乾淨 這個是專業 反正拿下來的這個他給我看 看照片 這個只有照片 小麻呢 吃掉 小麻有吃 有 他那幾歲 然後呢我跟他說小麻不用太大頭 他沒聽懂我的話 為什麼 甜到憋住 一顆要喝水 很甜 但是他的甜不是像我們喝糖 喝甜 糖水喝甜 但是你太大口味 超香的 差別法就是 你每年拿到的花味道都不一樣 因為每年看的花不一樣 海的味道不一樣 非常香 然後這個真正的蜂蜜 才有傳說中什麼蜂蜜的所有效果 傳說中的效果講個直接效果給大家 因為蜜蜜的任何產品都有消炎效果 打個直接的 蜜蜜有沒有死掉 蜜蜜的小朋友有沒有死掉 有 死掉怎麼辦 可沒有拖出去丟掉 沒有 他就直接蜂蜠包起來 這樣子會不會爛掉好噁心 沒有 沒有蜂蜜 沒有蜂蜜也是消炎品 然後呢 蜂蜜也消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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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我們受傷 如果你那個是真的蜂蜜塗上去 沒事 嘴巴破 拿真的蜂蜜塗上去 沒事 消炎 我覺得就好一半 就像很頂級的消炎藥一樣 可是 前提是你要弄到的是真的蜂蜜 然後那個時候是我設想 這個是這一罐是我今年 我不是說種小米嗎 我今年拉了一票的叫做小米天使人 經常入清空 點點點點點 反正 我 承諾給人一罐 375CC的蜂蜜 有啦 今年我也有做到 結果呢 除了我約定的 剛好每個人一罐之後 連我自己都摸一碗 摸一碗 然後我有從別的地方拿到蜂蜜 是別人遠方的 遠方的老闆家 喜歡我 願意給我 蛤 為什麼放這兩罐 這兩罐是今年提供給我們蜂蜜的人 他告訴我的 然後我才了解一下 這一罐 我們蜂蜜 也蜂蜜他們採收的時間是在 採收的時間是在六月中 八七月中 之後就不採 一年採一次 除非那一年的冬天